从2022年开始 农村将放宽五大禁令 全面叫停一刀切的治理方法 什么叫做叫停五大禁令呢 第一个就是要叫停全面禁养 前两年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搞全面禁养 无论是禁养区还是非禁养区 一律不准养殖 这是对国家政策的错误解读 对养殖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第二个叫做叫停全面禁烧 禁烧就是指禁止焚烧接杆 过去我们禁烧是出于环保的需求 但是近两年全面禁烧 让接杆还田这种做法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了 很多农民偷偷焚烧 这样做倒不如让农民在燃烧区域 固定时间内焚烧 第三个叫做叫停全面禁磨 禁磨就是禁止摩托车上路 有些地方禁磨是必要的 但是摩托车作为一个很便捷的交通工具 还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户们的出行 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很不合适 第四个是叫停全面禁灯 农民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拉到城市 以地摊形式售卖 是其经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但很多城市不允许摆摊 城管和小贩发生的冲突已见不见 考虑到疫情及就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全面禁灯也是不合时宜的 第五个是全面禁灶 所谓的禁灶是部分地区出于环保的考虑 采取的禁止使用土灶的一刀切的做法 近年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出现了 强制拆除土灶的违规行为 这种做法过于偏激 侵犯了农户们的基本权利 也与国家的环保政策背道而驰 赶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农村的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